关键时刻 巴基斯坦外长紧急来到中国 新华社8月9日深夜的一则消息 第一句话就是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九日晚在北京 同专程紧急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 库雷西举行会谈 请注意 第一 这是专程来华 第二 这是紧急来华 第三 应该是晚上一到达 就和王毅举行了会谈 这是访华的大背景 熟悉国际政治的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 就在几天前 印度突然当方面改变了应控克什米尔的现状 废除当前执行的宪法第370条 即废除应控克什米尔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 按照第370条 印度赋予应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 包括外地公民不得远久定居克什米尔地区 不得购买土地 不得在当地政府任职 不得获取奖执金这一条废除之后 意味着大量印度教徒将可能移居克什米尔 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彻底改变克什米尔的现状 路透社就分析 这是印度政府迄今对应控克什米尔采取的最重大的政治举动 克什米尔都事关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心利益 1947年独立后 印巴爆发了三场大规模战争 两次都是为了争夺克什米尔印度的单方面举动 自然引发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应 作为反制 巴基斯坦立刻宣布降低与印度的外交关系 暂停与印度的双边贸易 并召回驻印大使 驱逐印度大使 印巴又一次处于战争边缘 所以新华社对中巴外长晚上会谈的报道 与以往第二段一般都是中方表态不同 这一次第二段是库雷西的通报 库雷西详细通报了巴反对近日克什米尔局势 最新发展的看法立场和应对举措 库雷西表示 中国是巴方长期信任的朋友 巴中由于进入磐石 相信中方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主持公导 巴方也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毫不犹豫地支持中方的震荡立场 巴方将继续深入推进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请注意 一 详细通报 巴方将自己的看法立场和应对举措向中方核盘托出 二 对中国的期待 相信中方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主持公导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巴方长期信任的朋友 巴中由于进入磐石 三 巴方对华的态度两个继续 巴方也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毫不犹豫地支持中方的震荡立场 继续深入推进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新华社的报道 有关王毅的恢复也有三段话 王毅表示 近日克什米尔地区局势动弹升级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克什米尔问题是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 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 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双边协定 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解决 中方认为 不应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行动 王毅强调 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一贯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这也是中巴双方值得珍惜的好传统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 八方维护自身的震荡权益 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为八方主持公道 王毅还表示 八亿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邻班 都是发展中大国 都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 我们呼吁双方以国家发展为重 以南亚和平为重 妥处理历史恩怨 打破零和思维 避免单边行动 寻求和平共处的心路 虽然是通稿 但外交表态中的积分 信息量也是很大的 一对克什米尔局势 中国严重关切 事关重大 中国肯定不会掉以轻心 二克什米尔问题的由来 是殖民历史遗留的问题 要和平方式妥善解决 三反对当方面行动 谁在当方面行动 答案也是不言致名的 印度 是中巴关系特殊 八方也请放心 中国会继续在国际舞台上 为你主持公道 五 八印都是中国的友好临班 你们这事 你使我活逗下去 真是得不尝试 王毅最后这一段话 感觉尤其欲重心惨 王毅还表示 八印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临班 都是发展中大国 都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 我们呼吁双方 以国家发展为重 以南亚和平为重 妥善处理历史恩怨 打破零和思维 避免单边行动 寻求和平共处的心路 八印 你们是三个都 都是中国的友好临班 都是发展中大国 都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 发展任务重 我说你们两个大宣弟 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最重要 因此你们要以两个为重 以国家发展为重 以南亚和平为重 不能本末导致 舍大取消 最后 脱处理历史恩怨 打破零和思维 避免单边行动 寻求和平共处的心路 这才是人间正道 这是说给巴西斯坦听的 应该更是说给印度听的 你们都已经打了几十年的战了 八印确实比巴基斯坦强大 巴基斯坦肯定打败不了印度 但印度 你肯定也灭不了巴基斯坦 再闹下去的结果 就是两败俱伤 国民朝阳 今天周末废话也不多说 再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 关键时刻 巴基斯坦外长紧急来到中国 这应该也是最近 印巴关系突然生变后 巴外长出访的第一个国家 哪怕是晚上了 也要第一时间见面 并向中方详细通报了看法 立场和应对措施 可见巴方的迫及心情 也可见中巴的特殊友谊 第二 巴方有期待 中方有回应 巴方确实有期待 所以用了相信 相信中方会在 克什米尔问题上主持公道 中方则是两个继续 将继续奠定支持 巴方维护自身的震荡权益 继续在国际舞台上 为八方主持公道 第三 中方措斥很有针对性 很有意思的一点 在这条新闻中 只提到了一个印制 甚至印度这两个制的全称 你都不可能找到 但反对单边行动 是很有针对性的 但这还真不是拉偏价 真是为了这两个邻国好 你们都是发展中大国 发展任务很重 很关键 巴基斯坦请放心 印度请善失 这就是刚明的外交 内行吩咐 立场明确 一切尽在不言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加入淡地区 广告 开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